哈喽大家好,今天是一支购物分享 然后大家肯定会觉得很诡异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子 是因为等一下我要去参加那个 家旁边的那个日本小学的 Matsuri 它是每年的8月的第三周 它都会有举办那个 Summer Festival 然后我一般都会去 就是我已经去了有5年了吧 然后那时候我还有Cosplay 所以我就会穿比较多浴衣 后来我买这件衣服之后我就没有Cosplay了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穿 然后今年就心血来潮吧 拿出来穿啦 然后最近就是买了一些东西 废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开始吧 首先第一样是这个 宝格丽家的那个香水套装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上面有就是 一瓶香水 然后一个肥皂 对肥皂 然后一个那个沐浴乳 还有一个应该是对身体乳 然后这一套还有再加一个那个 黑色的一个包 我觉得这一套其实挺漂亮的 它就是送礼 我就送给我男朋友的妈妈的 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味道也很好闻 是那种peach 就是比较蜜桃味的感觉 然后我个人很喜欢 本来我也想入手 可是因为我家里还是有挺多 那个香水的 所以就没有路了 那下一个也是宝德丽家的 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这款的话 是我送给我男朋友的妹妹的 因为它就是这段时间生日 然后它下周会从那个澳洲 飞回来新加坡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礼物给它 那这个的话是 一样的就是有一个香水 然后一个身体乳 一个沐浴露 还有一个是肥皂 再加一个这样子的包 它是一个白色的贝壳的颜色 特别特别漂亮 是给我男朋友爸爸买的一件衣服 就是长这个样子 其实是紫色的 不过什么镜头看起来像 黑色 对 就这样子一个条纹衫 下一个是我在La Perry家买的一个水 然后这个水的话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已经用过两三次了吧 反正我觉得它的水的话 不粘稠 因为我很喜欢粘稠的 我当时看它不粘稠 我才买的 然后它是水转的 它有一点就是特别香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香味的人 应该会很喜欢这一款 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香味的人 那你可能不喜欢这一款 但是除了香以外 它的就是功能非常棒 你擦在脸上之后 它就不粘嘛 我特别喜欢不粘的那种水 我觉得粘粘的感觉 脸上特别特别不舒服 特别新加坡又很热 然后如果你脸粘粘的 其实很容易流汗 对 然后这款就没有这个问题 下一个是La Perry家新出的精华 其实我是想买他们家的冰晶乳 我不是有一个那个冰晶油吗 所以我想买一个冰晶乳 但是后来我看到这个精华 我就改去买这个精华 这精华真的太赞了 我跟大家讲 就是很推荐这款精华 它是长的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开关在旁边 就是你可以按扭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就是挤一挤就这样 然后它特别特别的棒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皮肤最近非常不好 就是有点烂脸了 就额头中间长痘痘 然后其他地方还好 但是就是这一块就烂掉了感觉 然后呢我就使用了它 那天我额头这边还肿得非常非常厉害 然后我用完它 我去睡了个午睡 然后醒来 就这边都消了 然后毛孔超细的 就是它会有点缩毛孔 它其实这款是anti-aging的 就是有点抗皱的 它说用两皱的话 就是皱纹就会去掉很多 那我刚用它的时候 就是脸会有点热热的 紧致的感觉 然后后来用就还好 但是刚开始用的时候特别明显 它也很保湿 虽然它不会黏 但是你就会感觉皮肤有弹 就是变有弹性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用它之后 就是上妆也非常非常的服贴 所以我觉得这款还挺酷的 买了一个Philosophy家的这个喷雾 它这个喷雾 我觉得喷起来还可以 然后是比较水的那种 不算很粘稠吧 反正我不是很喜欢很粘稠的 像上次我买那个玫瑰水的喷雾 我觉得它有点黏 就是喷在脸上觉得很不舒服 透不过气 所以我一直都是买那个葡萄水喷雾 然后这次试试看这款 买了两个Philosophy家的沐浴露 这个有一点点Shimmer在里面的 亮亮的 一个爱马仕加的肥皂 然后这个味道还 非常的那种 我形容不了 挺好闻的就对了 我家里还挺多肥皂 就从澳洲买了好多个 还没有用完 但是就买买一个这个 就是试试看 因为它味道还不错 一个Anna C的眉粉 这款眉粉我买的是二号色 它是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搭配 它比较适合我这种黄头发的 然后它还有一号色 一号色好像是比较红中点的 适合红头发的 还有三号色比较适合深色头发的 然后我选的是二号色 下一个是这个Hello Kitty家的 OPI的指甲油 你看它的颜色超级可爱的有没有 下面是两瓶娇兰家的黑钻粉底液 这是我帮我朋友买一个 我自己买一个 那这款粉底液我今天已经用在脸上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干皮 就是涂完上去之后完全没有起皮的现象 包括这里有痘痘 它都没有就是卡壳 反正我不懂怎么讲 就是它不会有任何的那种 让我的那个痘痘就是会起皮的现象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而且就是那个瓶身是玻璃的 就很有质感 然后颜色选的是31号 就很适合黄调 下一个是Burberry家的指甲油 这个是Black Cherry 然后它是一个深酒红色 就是长这个样子 非常深的一个酒红色 对 然后是这个Burberry家的粉底液 它是长这个颜色的 嗯买的是Binge 就是长这样子 也是比较适合黄调一点的那个粉底液 然后这款的话是我帮我朋友买的 对 前几年去大串家买了这个起泡的 真的特别特别赞 特别是那个洗发露 它不是那种你用头直接搓每次吗 就是很容易秃头还什么的 反正大家都讲 然后而且每次起起起很麻烦 然后我就现在都是把它倒在这里一点点 然后就按按按就出来了 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我还用它洗了很多 就比如说Fresh家的那个清酒的沐浴露 那个非常非常难起泡 我就用这个加一点点水 然后加一点点就可以了 就超方便的 所以说它解决了我很多沐浴露不起泡的问题 下一个是我在淘宝赖家买的这个电脑包 然后我觉得这个电脑包超级超级可爱 有没有 虽然我没有用过赖啦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 人物都挺可爱的 所以就是买下来也挺开心的 然后就是之前忘了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新购入的这个电脑 它是那个面部A13寸 然后我这次买的是256GB 这是我老公在TT时候送给我的 然后之前是有一个MacBook Pro的 然后我是买128GB的吧 反正那时候特别特别卡 然后我用了四年了吧 所以我就很少用它 然后我就去买了一个ASUS 因为学校需要用Windows的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ASUS 之后我就一直很想再买回这个MacBook 但是我家里有那个iMac 所以其实我不需要买这个笔记本的 但是特别特别喜欢这款 因为很轻嘛 然后其实我有想过买新款 就是那个金色那一款 但是它特别特别小屏幕 然后那个内存可能就是也不算很大 所以就是最后还选择买这个 然后这款的话我用下来完全没有卡 可能是因为新买的 然后我用这次买的GB比较大嘛 然后而且我只装了一个Mac系统 我就没有用Windows 以前我都有就是再加一个Windows 因为我可能对Mac的不太习惯 现在用Mac就好很多 因为我就是买了一个键盘贴 然后它是上面会有那个介绍 比如说怎么用那个快捷键嘛 因为重点是我很多快捷键 就是不太会用 虽然我买Mac很多年 但是我就其实很少用Mac系统 所以我很多都不会用 这次买了这个之后 就会好很多 就是懂了 其实原来还有别的那个用法 因为以前只会用复制粘粘啊 然后一点点基本的 然后我现在发觉很厉害 有了这个键盘键盘膜之后 就所有的那个功能 大部分我现在都掌握了 所以很喜欢这个 好啦这就是我最近购买的一些东西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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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